我一再的測試,用這麼好的輪胎,用度假的賽道 也沒有辦法達到簡宜規的0到10公里 0.14秒的速度 我現在公布的是一張簡宜規距離車上的視頻 現在目前右邊中間的地方 時間跟距離都是屬於規定 就是代表說這台車目前偵測到 偵測到這台車的時間跟距離是沒有移動的 好,我們現在看右下方的關鍵 這台車的時速已經大達4.3公里了 這很明顯,這張相片就會很清楚知道 簡宜規的車子已經開始行駛了 但是車牙的時間跟距離沒有移動到 不管他用任何方法 但是他絕對沒有將車牙機器鎖在車上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透析摸口行為 大家好,我是廖老大 很多網友問我 0到100 怎麼有辦法跑2.16秒 其實我跟大家說 2.16秒在國外 並不算是很好的成績 只是100左右 那 或許在亞洲的網友 一直不知道說 0到400之間加速賽 其實他是可以合法使用 撲膠賽道 當然我們知道的是 但是在內地 在亞洲目前使用撲膠的人非常的少 還有 撲膠的賽道 必須搭配的是專用的輪胎 好 我現在視頻中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車子在起跑的時候 輪胎與地面 並沒有產生空轉的現象 但是由於啊 車子輸出的馬力非常的大 所以輪圈啊 強力轉動的輪胎 但輪胎又強力的與地面接合 不想空轉 所以 會產生輪圈與輪胎平 產生扭轉的現象 這是個值得跟你們分享的鏡頭 因為啊 這種鏡頭 在亞洲幾乎是不會看見的 好 這就是一個 撲膠的賽道 使用了 專用的 銀式加速台 所產生的一個畫面 所以 我一再的測試 用這麼好的輪胎 用故鄉的賽道 也沒有辦法達到 傑宁歸的 0到10公里 0.14秒的速度 現在公佈的是一張 傑宁歸自己車上的視頻 我用西部媽媽分解下來 做一個平坑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方是傑宁歸的 車子 右邊上方是 車亞的 現在目前 右邊中間的地方 它所謂的 車亞的時間跟距離 還是屬於歸零的狀況 時間跟距離 都是屬於歸零 就是代表說 這台車目前偵測到 車亞偵測到這台車的時間 跟距離是沒有移動的 好 我們再看右下方的關鍵 這台車的時速 已經大達4.3公里了 這很明顯 這張相片 就會很清楚知道 傑宁歸的車子 已經開始行駛了 但是 車亞的時間 跟距離 沒有移動到 這樣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足以我證明 我說了一句話 不管它用任何方法 但是 它絕對原有將 車亞機器鎖在車上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透析摸口行為 最後 我想看看車亞 官方 你到底有沒有下載掉 所有 堅尼歸的 成績 如果你沒有把 堅尼歸所有的成績 在車亞上的記錄 全部刷下來 全部取消的話 我相信 車亞這台公司 將會失去 所有的貢獻 有人說 機器沒有問題 是人的問題 對 這是沒有錯 但是第三件事情是 車亞這家公司 怎麼面對 怎麼處理 這也是一個關鍵 如果車亞公司 不正面 你要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車亞 基本上 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貢獻力 都可以 到處理會 出現 我已經在超過 保護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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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